讲修行 乐视于生活 讲经典 愿愿于人生 欢迎来到禅心学院 聆听打官师父教会 开启智慧人生 唱谈六祖谈经 七三八 慈悲化身 整理者心灯 读诵者心音 读舌化为龙舌 慈悲化为菩萨 智慧化为上界 遗痴化为下方 读舌化为龙舌 慈悲化为菩萨 这一段指的是人 是我们自己本身 前面所讲的是空间 在佛法中称为依报 即 我们依靠这个环境生存 此处所讲的则叫正报 即 你可以变成像龙舌一般 毒害别人 亦可以变成一位菩萨 正报看自己 你想做怎么样的人 由自己决定 这也叫做千百亿化身 我观察很多人 很会化身 他对外面的人很好 像菩萨 回到家 就变成龙舌 还有一种 出外是龙舌 回家是孝子 又是慈父 又是好先生 我看过黑社会老大 他也是孝替野者 其为人之本野 他很孝顺父母 对兄弟很注重义气 但是没有智慧 有一个社会事件 有一个母亲 她的独子 被一个年轻人杀害 对方判处了15年以上的有期徒刑 按理讲 那位母亲应该恨那位孩子 但是她突然转一个念头 我已经失掉了一个孩子 我何不是那杀我孩子的孩子 为我的孩子呢 这样 我就没有失掉我的孩子 那位母亲很伟大 她长时间去看望那个孩子 将之视同己出 大家针对这件事喜欢评论 或谈对错 其实 不管以德报德 或以怨报德 这些理论没有用 有用的是 如果你快乐就好 你谈太多的理论 你只要自己不快乐 那就是没有用 你能讲出这样的想法 而实际上就是如此在过生活 这才是真正的实用 你失去一个孩子 现在变成你还继续拥有一个孩子 事实上 那个杀人凶手也被他感化了 所以那位母亲虽然失去一个孩子 却得到了一个孩子 这对于那个母亲 那个杀人凶手和社会都是有正面的作用的 我教书那么久 不太喜欢讲理论 因为我知道那是陷阱 从今天起问你自己 你是行者还是学者 你要当一个行者 一个修行人 一个落实于生活的人 既然如此 请直接讲出你是怎么过生活 过人生的 你这样进步才会快 你讲不出来 就代表这个理论没有让你受益 或你根本就不是这样的人 你对人的态度是如何呢 你可以像阿修罗 也可以像菩萨 你为什么不以菩萨的心态对待他 为什么要以阿修罗的心态对待他呢 其实 世间没有一个人有资格批评另外一个人 因为 以多生累结的因缘来讲 大家都很平等 每个人都有过错 纵使是佛 纵使是耶稣基督 他们不是批评众生 而是悲悯 鼓励众生 对待所有的人 我们当悲悯 鼓励他 一定要给他一条路 但是凡夫却提出批评 不给建议 凡夫斩断别人后路 不给别人一个方向 有时候 我们看看自己 人生一路走来 常常可能对人做出某些伤害的事情 绝大部分都来自乙言 你会认为 难道他做错事不能批评吗 那你做错事 我可以批评吗 你一定可以讲 可以呀 但是 如果我批评你 你批评我 对这个社会有益处吗 不是你做错事 我就要指责你 而是怎么样会更好 智慧 化为上界 即是声闻 圆觉 菩萨 佛四圣 愚痴 化为下方 即是六凡 就是六道的众生 关键在于你到底有没有智慧 你要透过学习 否则 你怎么开启你的智慧呢 你怎么知道什么叫正见 什么叫邪知邪见呢 你怎么知道什么是真 什么是假 文后思维 如何化身为慈悲呢 心平 何老耻戒 行职 何用修缠 感恩六祖会能大事开示 感恩达官师父教会 感恩您的聆听 感恩生命中的遇见 感恩生命中的遇见 我给了一个主来通关注 没有数碱